大家好 正文开始之前 麻烦大家点击订阅 我们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7月16日在台积电二季度业绩说明会上 该公司透露 未计划在9月14日之后为华为继续供货 而美国政府5月15日宣布的对华为限制新规 将于9月15日生效 截止发稿 华为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7月13日台媒居亨网曾报道 台积电已向美国政府递交意见书 希望能在华为禁令120天宽限期满之后 可继续为华为供货 然而从其最新的表态来看 台积电这一尝试可能已经失败了 在此之前 根据美国商务部 5月15日公布的最新禁令 任何企业供货含有美国技术的半导体产品给华为 必须先取得美国政府的出口许可 不过该禁令公布后有120天的缓冲期 近期在得知华为已经将大量订单交给联发科之后 近期美国还试图说服联发科减少对华为的供应 不过截至目前 联发科似乎还未回应美国的要求 根据日媒此前报道 在接到华为的订单之后 联发科晶片订单量激增到往年的300% 因此该企业可能不会轻易放弃这些订单 而早在五月底外媒消息显示 华为已经储备了最高可用两年的美国关键芯片 储备工作主要集中在英特尔生产的 用于服务器的CPU和塞灵4的可编程芯片上 这些芯片是华为基站业务和新兴云业务的最重要组件 这就意味着在美国采取行动之前 华为已经开始准备应对措施 吞芯片虽非长久之计 但是无疑却为我国芯片发展争取了更多的时间 小编查询 华为2017到2019年财报发现 2018、2019 华为原材料的库存陡然增加 其中2019年末 华为原材料一项较2018年末增长65% 占所有存货的比重达35% 总价值584亿元 而该数据在2018年末为354亿元 较2017年末的190亿元增长超过68% 在2019年年报中 华为透露在新产品设计阶段 从原材料级、单板级、产品级支持多元供应方案 保障原材料供应多元 避免独家供应或单一地区供应风险 确保产品的持续可供应性 事实上 华为轮值CEO徐志军在今年三月底的财报会上 也曾公开表示 如果美国禁止芯片制造商 使用美国的设备、材料和软件 来制造海思设计的产品 华为仍可以从三星、联发科和紫光展锐购买芯片 而间断时间以来 台媒、日媒也轮番放风 称华为已开始同联发科、紫光展锐商讨 以扩大芯片的采购 维持其消费电子业务的正常运营 华为同样对传言未有证实 针对美国对华为打压升级 台积电董事长刘德因 6月9日在股东大会上表示 希望不要失去海思订单 若真的失去海思 还有其他客户可以添补空缺 但不知道多长时间才能补上 凑巧的是 今天中国大陆最大的晶圆代工厂中芯国际 正式登陆A股科创版 募集资金总额将达到532亿元 由此 其不仅将成为科创版最大的IPO 也将是A股十年来最大的IPO 中芯国际招股书披露 在14纳米以下技术节点的开发上 全球纯晶圆代工厂 尽盛齐和台积电两家 随着该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其与台积电之间的技术差距正不断缩短 7月15日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 对华为等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雇员实施签证限制 声明宣称 今天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科技公司的某些雇员实施签证限制 根据美国移民和国籍法规定 如果美国国务卿有理由相信某些外国人的入境 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潜在的严重不利影响 那么美国就不允许某些外国人入境 声明中点名华为 并威胁称 世界各地的电信公司应该意识到 如果他们与华为做生意 就是在与侵犯人权者做生意 这种打着人权旗号攻击中国企业的做法 堪称无耻 目前中国对美国限制华为等科技公司员工入境签证的决定 尚未作出回应 不过媒体报道称 这是美国挑衅升级 7月16日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主持例行记者会 记者提问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近日多次称 排除了华为就等于加入了清洁国家的行列 你对此有何评论 华春莹表示 冷静门事件早已揭示 美国是这个地球上最大的 名副其实的黑客帝国 斯科 苹果等美国公司几年前就已经承认 其设备存在安全漏洞和后门 美国情报部长长期以来对包括盟友在内的几乎所有外国政府 企业和个人实施无差别的非法窃密和监控活动 包括自己本国公民没有任何秘密可言 这是公开的事实 华春莹指出 华为为世界上一百七十多个国家提供服务 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其存在安全问题 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拿出华为产品存在安全危险和或者后门的证据 以英国为例 华为出资在英国设立网络安全检测中心 接受英国专家的检测 而且愿意同所有国家都签署无后门协议 华春莹反问道 世界上有哪个国家的企业能够做到这一点 美国哪个企业能做到这一点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蓬佩奥国务卿用清洁与否评判华为 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 华春莹表示 事实上 美国一向自于拥有强大的民主自由价值观 现在却容不下一家外国民营企业的正常生存和发展 华为作为一家优秀的民营企业 它唯一的错误就是它是中国的 不是吗 美国出于强烈的意识形态偏见 不惜动用国家资源 滥用国家安全名义 甚至搬出所谓民主价值观 来到处抹黑攻击中国的民营企业 而且企图纠集一些小兄弟 对中国的企业围追堵截 我想美方的所作所为 跟清洁二字没有任何关系 它做的其实是真正的肮脏游戏 在英国决定正式停止使用华为设备的消息之后 芬兰电信设备商诺基亚的负责人 周二表示 该公司已经准备好取代华为 为英国提供相关电信网络设备 该负责人表示 诺基亚有能力大规模且快速地替换英国网络中的 所有华为设备 并将对用户的影响降至最小 同时 诺基亚还发布了一项软件升级 声称通过将4G无线单元嵌移到5G 不需要在每个站点 部署工程师去建设新的5G物理基站了 这不仅可以快速将4G基础设施 快速转换为5G 更能为运营商节省数百亿欧元 可谓是既省力又省钱 但显然 诺基亚有些着急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 着急跳出来展示自己的实力 背后的小心思表现得淋漓尽致 据悉 诺基亚目前已经拿下了70个5G订单 远远低于91个订单的华为和爱立信 而且华为的订单数量信息 还是2月份的数据 由此可见 华为的真实实力或许更强 拿下的订单数更多 而且就算有诺基亚替代华为 英国这波操作损失也是巨大的 其实英国对于封杀华为5G带来的影响 是心知肚明的 这意味着英国5G的推出将延迟2到3年 成本高达20亿英镑 这无疑是一个伤敌1000 自损800的策略 英国刚刚拒绝了华为 华为就迎来了两个国家的助力 这对华为来说 无疑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第一大助力国 比利时表示 不会弃用华为 我们知道华为的5G技术 不单单已经是获取专利最多的 技术方面也已经成熟了 在中国5G牌照已经发放一周年了 我国的5G基站数量以每周增加1万多个的数量在增长 截止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25万个5G基站 所以即便是在美国的高压之下 比利时还坚持表示不会弃用华为 因为5G时代已经来临了 5G将给我们带来极大变动 第二大助力国 泰国也接受华为 于比利时宣布的同一天时间里 泰国方面表示 在建设5G网络建设时 将会考虑包括华为在内的四家5G核心供应商 不过最终的选择会在之后进行公布 华为的5G技术有着领先的地位 泰国的电信设备就有采用华为的设备 并且早在去年的时候 泰国方面就已经建立华为5G测试站 因此泰国媒体表示 华为极大可能会成为泰国5G网络建设的供应商 虽然美国有着科技霸主的称号 我们也清楚地知道美国科技的发达 但是在5G领域 可以说是华为已经遥遥领先的了 对于美国一直表示 华为的设备存在不安全的问题 这只不过是为了阻止其他国家 弃用华为的一套说辞罢了 比利时和泰国纷纷表示 支持华为的5G网络建设 恰恰也表明了 华为的设备并未存在安全方面的问题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